哇 下巴上 長了一顆豆子 這邊長了一個豆子 就前陣子喵喵生病 然後我就太累 然後最近膚況就比較沒有那麼好 長了 就這邊也長了一些小粒粒 啊 今天呢 我又坐回床邊 因為蠻多人說 懷念這個床邊的景 所以我就坐回來 因為今天不是要分享美妝的東西 今天是要分享 淘寶開箱 就我前陣子啊 在淘寶比較 隨機的買了一些 我有興趣的東西 就沒有主題啦 反正就是一個 淘寶亂亂買的開箱 首先 這兩件毛衣 這件我先試穿給你們看 非常非常的好看 這個啊 它的顏色就很像那種 繡球花的紫色 它的顏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袖子 特別的長 有點喇叭秀 這穿起來我覺得是 唉唷 我是穿著睡褲 不好意思睡褲露出來 那我覺得這件穿起來非常有女人味 然後厚度也很夠 就穿起來也有一種 很溫暖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它的領子 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收編 就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這種比較 薄薄的收編 是我很喜歡的 讓你們盡看它的料子 它穿起來不會 不會刺刺癢癢的 這件料子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會把我今天買到的所有東西 連結放在底下 有一些墊 是我自己比較固定會買的 像這件毛衣的墊 就是我比較固定會買的墊 比較固定會買的墊 我會在底下描述欄那邊 就多做一點說明 好 這件毛衣我真的超級喜歡的 然後它那個 料子是有一點 融融融的感覺 這樣子 總之這件料子很舒服 然後整個版型啊 零口袖子的設計啊 它有下擺 你看下擺這樣子的開叉 我也很喜歡 就這種 你就簡單的 搭一個 可能黑褲啊什麼的 就很好看 這件我超推 第二件 我就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它是V0的 然後袖口 有這樣一個小開叉 整體穿起來我覺得有點 有點 有一點永種的感覺 你看這樣穿起來就有點 整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剛剛這個穿起來也是 沒有身材 可是穿起來不會腫 那這件就讓人看起來很像 大神的那種 腫腫的感覺 那它的料子是比較薄的 它料子是很薄 然後袖口這邊 你看是這樣捲邊的 照理講 這個穿起來應該比較不顯胖 可是我穿這件 反而很顯胖 好 再來 我買了 一堆耳環 耳環 這一間店也是 我很常買的 我就是 因為淘寶東西真的太多 我會變得有一點 懶得逛 然後就會固定 固定看那些我曾經買過的店 好 耳環這間店的東西都非常便宜 然後這次買到幾個 我覺得看起來質感都還不錯 試帶給你們看 我試帶給你們看 就帶一遍就好了 看個樣子 有沒有 這還蠻可愛的 這個流蘇 它是毛線型的 毛線流蘇 很可愛 然後應該就是合台幣幾十塊吧 你看這樣子一個 簡簡單單的 還不錯吧 再來一個款式 我買了 另外一個顏色 比較粉嫩的 就是那種 粉嫩的馬卡龍配色 一樣帶給你們看 好 粉嫩 我覺得粉嫩色的 帶起來就比較 沒有那麼搶眼的感覺 因為會看不出來 它的層次感 像剛剛前面那個 紅色的層次感 就很明顯 但是粉色我覺得還好 再來這個超可愛 就是很女孩味的可愛 球球流蘇 超可愛的 來 這我自己還沒試戴過 還有期待 我很少帶這麼 這麼大 這麼誇張的耳環 可是這個真的 它那個毛球 真的很適合冬天的感覺 嗚 真的超可愛的 它好誇張喔 這走在路上 可能會 會有點像 神經病 這真的超可愛的 這個阿 就很適合穿那種 比較蓬鬆 很厚的毛衣 然後簡單 不要有圖案的 這樣搭起來就會很好看 只是真的很誇張 應該蠻多人 沒辦法接受 這麼誇張的 因為主要是上面的毛球 我覺得超可愛的 然後重量也不會太重 因為這麼大的耳環 通常會有那種 拉扯耳垂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還好 不會太重 如果頭髮綁起來 好可愛 這個好像比較適合頭髮放下來 或者是如果你是那種 短頭髮 你看 如果是短頭髮的人 戴應該會 會很好看 這個我喜歡 好可愛 下次拍影片的時候再戴 再來 還是耳環 粗毛線的流蘇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 看起來很好笑 就毛線那麼粗 然後整個流蘇 有點像掃把 好 戴起來 戴起來有點像掃把耶 我覺得 這真的太大 太膨了 喔 對 真的很像掃 這個我不喜歡 它好像好笑喔 但頭髮綁起來 好像還OK 但是 好 這個我不喜歡 出局 最後一個耳環 這個我是收到 一打開來看就後悔了 因為它比我想像中的大 這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就 衝動購物沒有去看它的尺寸 結果它好大 我原本以為它是那種 小圓圓很可愛的 結果 沒想像這麼大 就很那種 60 60年代風格的那種 普普風耳環 這個衣服如果有搭好 會是很好看的啦 只是 就要比較 用心搭配 你看這如果穿一個 黑色小高領洋裝 就會有那種 很復古的感覺 還很適合再戴一個那種 那種硬邊的紳士帽 再來 這一些東西 再來這一些東西 都超怪的 你們看喔 沐浴酒 它長 你們現在看 你們覺得它是什麼生物 網頁上面寫它是 紅鶴 就是 大陸那邊好像都叫 烈火鳥 但台灣我們是說 紅鶴 網頁上面是說 紅鶴 但我收到覺得 這東西怎麼有點像 紅鶴跟鵝的合體 混種物 它長得超搞笑 然後它是 它是沐浴球 它是一個真的很 實用的東西 但是 長得這樣 我不知道 這掛在浴室 你可能每次一洗澡 都會有一點想笑 反正如果 你想要 你是紅鶴控 你想要 蒐集紅鶴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可以 它雖然長得有點 不是那麼像紅鶴 可是還蠻可愛的 再來 這 呃 這一些東西 是我在一間文具店買的 這間文具店也是 我很常買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再來 這是一個 這個文具店不知道為什麼 會賣這些奇怪怪的東西 反正 奇怪怪的我也就買了這些東西 這是一個 洗頭的 洗頭的髮 不是洗頭 洗臉用的那種 髮帶 我現在帶給你們看 這還蠻可愛的 而且啊 我通常 因為我額頭很高嘛 那我通常用這種髮帶 它會很容易 往後滑 但這個啊 它離奇的 不會滑 而且也不會說 束得太緊 它這個 鬆緊度是很剛好的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超推 如果你跟我一樣 額頭很高啊 帶那種東西 很容易往後滑 這個是我目前 因為其實我常常買這種東西 這個是我目前為止 買到唯一一個 我戴得住 然後不會不舒服的 所以我超推 雖然說它 長得有點好笑 這是什麼啊 羊啊 羊造型的 羊腳跟羊耳朵 都好可愛喔 再來這個東西 非常奇怪 我會把網頁上面的 就是商品頁的圖 放在這邊 不然你們會看不懂這是什麼 它是一個 扣在你襯衫扭扣上的東西 你想像一下這個 這個縫 就是扭扣 然後你等於說 這個扣上去 你扭扣上面就會 掛著一個 貓 我買了這兩個 都是貓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因為它 實際上這個刺繡還算精緻 然後 也不會說 歪得太嚴重 因為這種刺繡的東西 通常會長得很奇怪 但這個也不會歪得太嚴重 至少還看得出來 是貓 雖然說 長得有一點醜 可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 稍微有一點醜醜的 反而會非常的可愛 所以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就如果 你也想要 這應該不會有人想要 好啦 反正 如果你覺得 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會 讓你心情愉悅的話 你可以去網頁看看 這個還剩下什麼動物 它還有非常非常多動物 可是我買的時候已經 剩下不多了 反正你們到時候再看 這個我覺得還蠻值得買 因為它也不貴 好像是 就是大概也是十塊人民幣左右吧 反正這些東西都不貴 好 文具店的奇怪商品結束了 然後我剛發現 我有一個耳環 忘記講 因為這個耳環也是 我一收到 我就完全不想要 我就直接忽略它了 是 木頭大圈圈 因為它也是一樣 比我想像中的大太多 所以我就 就不 是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 我的風格 因為我自己本身穿衣服 或是飾品什麼 我都是選比較秀氣的 所以以我的風格 不適合這麼 這麼大的東西 我覺得這戴起來 就很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它不適合我 好 再來 再來 我這次沒有買很多東西 喔 雙十一 我有買很多東西 到時候會再來一個 超級多東西的 淘寶開箱 那這次就 先買一點點而已 就是 最近 很久沒買淘寶了 就想說 買一點來過過肝癮 再來 來來 我這次沒有買很多 差不多快結束了 再來是兩件外套 然後我雙十一啊 買了很多東西 到時候可能會有一個什麼 譬如說 淘寶十公斤開箱之類的吧 反正我雙十一的時候 買超多東西 我買了兩件外套 這兩件外套也是 我一收到 想說 我有買這東西嗎 就 色差好像有一點大 就 好 我先來試穿看 因為我還沒有打開來試穿看看 首先這件封衣 以它的價格來講 因為我這兩件外套都是買很便宜的 大概150人民幣左右 以它的價格來講啊 料子算是不錯了 但是 整個 就是 縫 怎麼講 剪裁跟縫製 我覺得 它不是那種 oversize的感覺 它是太大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 oversize跟太大是有差異的 可是我這個穿起來就是 藍藍 看起來太大 然後 它 我不知道怎麼講耶 這看起來就 就不對 然後 顏色真的 跟網頁上差異很大 你看這就看起來 是一個 很 不討喜的灰色 可是網頁上是 比較帶有點 駝色 的感覺 就這樣 我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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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第二件 色差更大 第二件是 這種 毛泥的大衣 這個在網頁上是比較 偏粉的 可是 它本人是 很橘的 但料子也不錯 所以我就是 以 150人民幣上下的價錢 啊 這兩件的料子 我覺得都還不錯 這個我也 來 穿穿看 橘色這件還不錯 所以我換到一個 可以 站起來給你們看的位置 這件還不錯耶 我覺得穿起來 版型還滿好看的 而且我換了一件 正常的褲子來 搭配給你們看 這版型穿起來滿好看的 也不會腫 然後亮子很厚 握起來也是很舒服 然後呢 腰帶綁起來 是這樣 這件很不錯耶 這個我剛剛看的 價錢是才 158人民幣喔 很可以買 欸 很可以買耶 這件我很喜歡耶 它的料子 你們這樣看得出來嗎 你們看的料子就是 很紮實的 毛泥 然後 袖子這樣子 小咔嚓我覺得也滿好看的 結果你可以 折起來 欸這好看 然後背後 背後長這樣 這很一般 台灣 那種 十度以上的冬天 應該都OK 它的厚度很夠 喔 喔喔喔喔 這件有剪到飽的感覺 有 有耶 這件好看 然後 就是 不扣起來也好看 你看 不扣起來也是 欸這個我會想要買其他顏色耶 我想說 既然我都站起來了 就把剛剛我覺得很醜的 封衣 也穿給你們看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就是 有沒有 看起來就size不對 然後 顏色就 這顏色真的非常不吸引人耶 這不行 這不行 那順便給你們看毛衣 你看 毛衣這穿起來是不是有點胖胖的 但如果你就 扎到 扎到褲子裡 就還好 還是有點胖胖的 我再穿另外一件毛衣給你們看 另外一件毛衣 你們看這個 垂墜度 就不一樣 剛剛那個 就 不知道是料子太薄還是怎樣 然後這個的垂墜度這樣是比較好看 把它抬高一點 這樣子 然後它的袖子 這樣子喇叭袖 我覺得還滿漂亮的 顏色很有女人味 料子你們看 它這個橫的指紋我很喜歡 這件我老公看也說好看 這件我喜歡 好 最後一些東西 然後 這一些我沒有要全部用給你們看 因為它們是 假髮 一直有人在關心我的髮際線 那我就乾脆買假髮可以嗎 好啦開玩笑 我只是想說 冬天冷 比較不怕熱 然後可以戴假髮 嘗試各種造型 我覺得很好玩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假髮 我先帶一點給你們看 我之後 因為我刷十一我還買了蠻多假髮的 我之後會再做假髮後 今天先帶一點 好 要來囉 大概戴一下啦 你們要笑就笑吧 額 這什麼 這個是 哎唷呀 額 額 等一下我會去照鏡子 就變得很像戴假髮的 人妖 額 我來試試看 用髮帶能不能拯救它 有點難 欸如果調整一下好像OK 等一下我再去調整一下 如果把它調整好 我覺得是很OK的欸 欸這OKOK 就是 你認真想要造型的時候再戴 這個 這一點假髮就不是懶人 就不是你沒有洗頭 或是什麼造一個可以出門 然後不是就是 你需要 整個用心的設計造型 就蠻可愛的 欸這樣好可愛喔 好 下一次影片可以這樣出現 終於 終於可以用這個髮帶 這個髮帶我買超久 然後一直沒有辦法帶 因為我的額頭很高啊 我給你們看我 如果 只有 只有 戴髮帶或是什麼鬼一樣 超可怕 超級可怕 一定大家都會關心我 我是掉了多少頭髮 額頭高的人的悲哀 就是 戴髮帶就變這樣 這看起來超怪的 看 這看起來像異形還是什麼的 假髮還有兩頂 我這次先不帶 反正我買了 我好像總共買了十幾頂夾髮吧 之後再做夾髮後給你們看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淘寶亂亂買開箱 喜歡喜歡今天的影片喔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